黃麗成的變形金剛時間第88集 TF5最後騎士 美版D級狂戰士 D級狂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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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everybody Welcome to黃麗成的變形金剛時間 這是我們第88集的節目 我是黃麗成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的是TF5 之前在YouTube上面 我已經有上傳了一個 開箱這個TF5先行 在試應會上面 所贈送的狂戰士 而這個呢之前也已經有 跟開箱過 跟各位有說一些基本的一些東西 所以呢今天來做一個 這個狂戰士的一個評測影片 那我們首先先看到它的盒子 盒子的話呢 盒會算是非常的漂亮 不過個人感覺 這盒子稍微有一點 總說呢 比較像是盜版玩具的一個感覺 不過 盒會的話還算是比較漂亮 然後各位也可以看到 這邊 對 變形金剛電影5豪華組人物的這個 然後這一款玩具呢 是在台灣的話還沒有再做一個販售的 而是之前在有變形金剛5試應會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有參加信會的人把它丟出來賣 然後我也有跟各位說過 我是直接以660塊的價格收下來了 然後各位看一下這個盒子 各位看到這邊有一個狂派標誌的一個mark 然後這個mark中間眼鏡的部分還有做一個發光的處理 這個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而且非常的好看 然後盒子部分的話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有一點的話要跟各位提醒 拉開的時候呢我比較建議是從下方拉開 因為這樣子的部分呢 裡面有一個類似可以當作場景的這個紙 也可以一起拉出來 然後這樣的話的話呢 如果是從上面拉開的話 這場景紙的部分就可能會被擋到 所以到這一點的話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以及各位看到這個17個變形步驟 所以還算是可以的 然後各位也可以看到 武器的部分呢 是在官圖上面是可以掛在背包上的 所以的話人型部分的武器處理的話 還算是OK 然後這款狂戰士呢 呃 官圖和實物的話 如果差是有一點大的 所以的話各位看官圖就看看就好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看到人物身高的一個比對部分 呃各位可以看到呢 這款狂戰士和電影4的迪拉斯基準星 呃其實是在稍微高一點的 而且這款狂戰士它的腳呢 是以這樣的雞爪來表示 也就是說如果把它的這個腳呢 給站直 對 我們把它給站直的話 是比準星要高速非常多的 不過這樣的話呢 整體的比例就稍微會有形的怪怪的 因為這款狂戰士各位可以看到 看它的這個腰部這裡有 還有錨釘的一個關節處 是稍微有一個彎腰的一個設計的 所以的話在一個 角色的造型處理部分的話 是比較需要用到雞爪部分的一個造型 來呈現 不然的話它的一個人物比例會稍微有點怪怪的 然後這款狂戰士剛出官圖的時候 呃還蠻多人猜測適合電影3還有電影4一個 應該是說叫爆衝的一個角色以為是同模 不過其實一開始就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同模 因為整個一個車型還有人弦樣子幾乎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各位也不用擔心 是真的不用是真的不是同模的 然後整體來看的話 這款狂戰士的一個身高方面的表現的話還算是可以的 然後和飛機這個泰坦回合密卡登站起來的話 就真的是有一種老大命令小弟的感覺啊 而正確的一個身高比例部分的話呢 是差不多13.5到14公分左右 所以的話呢至少這款狂戰士有達到 呃和電影4身高 甚至超越電影4身高的一個水準啊 好那我們首先看到狂戰士的本體 呃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狂戰士的話呢 是有附帶兩個尖刺武器的 這尖刺武器呢 待會也會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講述 先看到狂戰士的本體 然後狂戰士呢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特徵 就是他這個頭以及胸口這個紅色的塗裝 這紅色塗裝我更感覺是稍微整齊了一點 和一個就是給人那種疤痕的感覺 並沒有感覺很像 如果有比較那種深層的刻痕 或者是在稍微不公整一點的話 這一點我覺得會是更不錯的 然後也看到各位非常care的頭角部分 呃在手臂這邊的話呢有稍微的偷膠 不過這狀況還不算太明顯 腳部這邊的話也有一些 但是因為是黑色的塑膠水的話其實並沒有太明顯 然後後背的部分的話是幾乎沒有的 不過也就在這個小腿部分有做稍微一點 不過這個的話呢還算是可以的 就 呃偷膠部分並沒有說到很誇張 然後整體的一個造型的話呢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看過那個適應會的一個片段 所以的話也沒有辦法跟各位講一個 這角色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一點的話可能就只有等到電影5出來的時候 呃這個部分角色的話才可以跟大家再做一個重新介紹的吧 然後不過這個玩具狂戰士真的和電影3出現的在公路上追逐那個爆衝 真的是說實在的話造型是真的蠻像的 也難怪一開始大家會誤會 然後武器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是有一個倒勾的 這一點的話依照官圖上面的話呢是可以扣在這個背包 這個背包後面這邊的話是直接把它給扣上去就可以了 OK扣數 這個背包部分我好像沒有變形的很多 OK變形OK 然後把它扣上去 還可以吧 不過就還是會掉了 然後整體這個狂戰士一體性呢還算OK 關節的話呢其實我已經有強化過了 所以的話 不過整體的一個表現的話還是算OK的 然後造型的部分的話也算是比較好看 不過就塑料的一個表現的話 並沒有像是官圖的一個銀漆處理 比較讓人覺得可惜的部分 這一點的話可能就等日版出現吧 不過這款狂戰士我個人覺得它非常成功的部分的話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這個鐵灰色的一個塑膠的話真的非常的好看 像在手臂這個部分 以及腿部的這裡 像膝蓋這邊還有這邊的一個鐵灰色 這種的話偏黑的鐵灰色 而這種則是偏咖啡 這兩種感覺的話給人的感覺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點的話 在細節以及一個像電影的一個角色部分的話算是處理得非常不錯的 然後以及這個頭雕 頭雕呢算是非常成功的 總共八顆眼睛呢都點上一個金屬漆 不過我這一款的話這個 左下角這個眼睛的部分有點點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這一點的話算是個人的拿到的一個中獎問題吧 然後這個 這個像鬍鬚的部分呢是一個軟膠件 終極戰士的感覺的話呢還是有的 尤其是從背後看起來 所以都還算是OK 頭部的話呢是一個球形關節 往上 然後這邊的話呢還有另外一個關節 所以也可以往下 抬到這部分 OK 不過很可惜左右轉的話呢就只能是這樣子 並沒有辦法像正常的人頭那樣子轉動 而且這個 球關的話呢我個人把玩到現在是非常容易掉的 常常有的時候一轉就掉了 各位可以看到 OK 不過再按插回去的話就OK了 然後在造型的部分的話呢 最後一個優點就是這個 手臂 漸層色以及手爪這個圖橘色的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好看 就一整個有那種畫龍點睛的一個感覺 而手臂旁邊這個車窗的部分呢其實是可以拆開來的 不過如果拆開來的話呢就不是完全變形啊 所以的話呢在平常一個把玩部分呢 我也是不會把它給拆開來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一個可動的表現 在可動的一個表現呢算是比較不錯的 頭部的話呢剛剛跟各位演示過 然後接下來看到腰部 腰部這部分呢是可以這樣子的 這一點的話在很多第三方玩具 現在都很流行這個可動部分的設計 然後現在官方也來搞一波啦 然後這個後面 後面背包的話呢其實還算我可以接受範圍 不過在這個部分的話 常常把玩的時候 背包因為卡扣並沒有縮到很緊 所以的話常常會和屁股這一塊 常常有發生碰撞之類的一個問題 這一點的話算是設計不太OK的 然後看到手臂的可動關節 這裡是一個球關然後有一個開口 所以的話肩膀平舉沒有問題 而這邊又有另外一個關節可以 是因為陰影變形 所以它可以把手臂抬到更高 不過我個人比較習慣是以這樣子的形式來擺 然後二頭肌有沒有問題 然後手臂的話呢 手肘可以舉30度 應該說90度 然後在手腕部分沒有辦法旋轉 手腕的話呢也是一個軟腳鍵 然後因為陰影變形有一個往下的一個關節 然後腿部的話呢也是球關 不過從這一點就可以發現 這球關的官方玩具的球關使用量又變得有點更多了 然後球關的話呢 各位看到這個腿部舉的一個都可以是踢到自己頭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一點的話球關的一個可動還算是OK 不過就是一個時間的一個問題 萬一到時候又變得更鬆 不過我相信把玩這一款的應該都是有那種修過關節的一個經驗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腿部的一個屈膝的話差不多就是90度 然後這邊的話呢有一個旋轉關節二兩腿做得出來 貴姿的話也是沒有問題的 OK 不過要把一隻腳給打直才可以 OK 沒有問題 然後腿部接地的話呢 後面有一個小小的這個類似高跟鞋的一個設計 不過這一點的話其實並沒有達到很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這個玩具呢在一個把握重心的部分的話還算是蠻辛苦的 不過如果有玩過變形剛玩幾年以上的一個同好來玩這一款的玩具的話 應該算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把玩 而握持武器的部分呢非常簡單 而這武器呢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是有很多尖刺 就好像類似是可以投資出類似像炸彈那樣子吧 然後玩具的一個應該說武器的部分的一個塗裝的話就幾乎是沒有任何塗裝 直接一個深咖啡色的一個塗裝而已 然後造型的話呢以及細節還算是OK 畢竟連同玩具都一樣是電影系的嘛 然後安裝方式也很簡單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因為有一個凸起來 所以我習慣是先把這個凸起來的部分轉到手裡面 然後因為第一個爪子呢以及約整個手的話都是軟膠部分 所以他把這個凸的話呢往第一個爪子這邊扣住 這樣的話呢在一個把玩的時候比較不會掉下來 OK 然後又因為他這個手掌的話呢有一個這往後仰的一個關節 所以的話呢在做一個類似指著敵人或者是拿著這個武器做一個圖測的一個姿勢的話呢也是做出來的 這一款玩具的一個把玩度來講的話還算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整體造型的話呢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以及一個塗裝和細節表現都有一個電影的一個水準 然後在偷叫的部分呢還算是OK 不要沒有現在RID的玩具那麼誇張 背包處理還算是OK 可動部分的話有中上的一個表現 不過就缺點的部分的話還是比較有問題的 像是頭部這個可動的部分 以及在一個重心的一個把握的話會稍微有點困難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都不是問題啊 所以這款玩具狂戰士人型方妙化表現都還是有中上以上水準的 好那就讓我們來進行這個狂戰士的一個變形過程吧 首先呢Transformers 我們首先呢先把狂戰士的一個武器呢給拿下來 然後先著重於手部的一個變形 我們先把車窗這個部分呢有一塊零件把它給翻出來 然後手掌的部分呢整個往裡面翻 OK 然後呢在這部分的話呢手給打直 而這塊黑色軟膠件這也是一個球型關節 而這邊呢是有一個圖對應黑色零件這邊的一個凹 然後把它給扣起來 OK 另外一邊呢也是一樣的 手臂打直 然後黑色的軟膠件 這一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OK 然後變形腳的一個部分 腳的部分呢就直接把膝蓋打直 以及這個腳掌給打直 然後把這個凸呢往裡面收 OK 都是打直 這過程非常的簡單 然後再來呢就是背包的一個處理 處理部分呢這邊的話是有一個卡扣要先把它給鬆開來 然後比較習慣在這部分就已經要先把整個背包的部分給攤開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如果有一個工具的話當然是會更順手一些的 OK 我們把這部分的都給彈開來 然後在整個屁股部分的話呢 因應腰部這邊的一個關節把它這根往下凹 然後頭的話呢其實是不用做任何變形的 不過要小心點不要讓其他的關節干擾到頭部 然後在這部分車屁股的這個部分呢也把它給往前伸 OK 然後接下來就先變形手部部分 手部的話呢因應這邊的關節 我們首先先因應球關的部分 把這個球關整個讓手臂的內部呢往自己 然後因應這裡的關節把它往裡面收 OK 而這個時候呢兩隻手臂的話是沒有任何卡扣的 是要因應上面整個背包來做一個卡扣定位 OK 然後我們接著呢把這個部分的話呢也要把變形到這個底盤裡 首先我們要先把腳的話呢往裡面收 OK 然後接著呢把這一個車 車門的一個蓋板這邊呢有一個卡扣要把它給扣上去 而因為我比較習慣做這邊的一個 先把這邊卡扣先把它給用好 不然的話到時候在一個球關還要再做一個調整的話呢 其實你整個已經變形完成然後再做球關的調整的話 常常會讓變形的一個過程變得是很鬆散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腳的一個部分因應球關來把它給往上舉 然後在這裡面呢各位看到這邊的話呢是有一個凹的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凸 要對應裡面的一個凹和凸 所以的話是要把它和這個手臂的一個部分的話要往外面推 這樣的話呢才可以變形完成 所以的話在做一個整個車型變形完成密合的一個時候呢 要盡量小心不要壓到這一塊零件 要不然它反而會在更往裡面壓緊 讓變形變得是更鬆散的一個狀態 然後另外一邊呢也是一樣 這卡扣給對好 OK 壓緊 壓緊這部分呢然後我們再把整個這個背包部分往後移 因應這邊雙關節把它往後移 往後移之後呢就整個把它堆上去 然後這邊的一個卡扣把它給卡扣好 扣好 OK 這邊也是一樣 OK 然後最後這個 保險桿的部分以及這一個車窗 應該說擋風玻璃這部分呢把它給扣好 卡扣這邊的話還算是很簡單的 然後接著這部分扣好 OK 終於來這一個 美版迪拉斯級狂戰士的一個變形過程呢 就這樣非常簡單的一個結束了 我們首先看到狂戰士車型的一個比例 和這個合體戰爭的一個玩具相比的話呢 是稍微再瘦一點的 長度的話呢 再稍微長一點 然後整體來講的話呢 滾動性這個錨釘 錨釘的一個輪胎設計的話又回來了 所以的話呢 滾動性是非常不錯的 可以看到 然後武器的一個搭載呢 在這個部分 可以看到這邊的話是有一些這個凹洞的 就直接把它給堆上去 不過這部分因為是軟膠的關係 所以堆上去之後的一個 要再把它拿出來的時候要非常小心 不然的話一不小心這個卡扣就會直接斷裂了 OK 把它給卡扣 這卡扣的話呢把它給扣好 這部分的話呢 OK 然後這個車型再稍微密合一下 而我這一款拿到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會有一邊就是 各位看到這個裂縫稍微比較大的一些 而且各位看到這一塊灰色的零件 我就搞不太懂為什麼這一塊灰色的零件 不把它變成 官方為什麼不把它變成黑色的呢 就一定要用灰色的這個零件 在車型上面的話這不是讓它變得更不好看嗎 就 感覺還是可奇怪的 不過用上武器的話呢 是滾動性也一樣是沒有問題 所以的話在武器安裝的部分呢 還算是OK的 然後圖裝的部分非常可惜 擋風玻璃都是用一個藍色漆 就很可惜沒有用透明件 如果有一個類似深灰色的透明件的話 我個人感覺這車型會更加漂亮 然後圖裝的部分 車頭燈有做一個圖裝 而且非常難得的是這個車尾燈有做一個圖裝 這一點的話呢 還說明官方還是有良心的 然後在整個一個車型部分的話呢 只有大部分的一個黑色漆 應該說黑色塑膠的零件程式 然後其他部分的一個圖裝的話 算是比較少的 不過的話呢 對於一個車型的 對於一個車型和官圖來比較的話呢 也算是OK的 而且細節方面的話呢 也算是不錯 車型的部分的話呢 算是在日常生活中 比較常出現那種車型 所以的話在整個部分的話呢 我個人感覺這款車型的話 還是非常漂亮的 整體來說 這個電影5先行版的這款狂戰士呢 沒有讓我失望 整個狂戰士的一個人型和車型的部分呢 都算是有一個水準以上 而我個人是更喜歡這車型一點 這車型說老實講 在整個變完之後是非常的耐看 就和人型不太一樣 不過人型的話呢 把玩度也是非常的好玩啊 所以在整個一個車型和人型部分的話呢 我都給非常高的分數 整體來講 這款玩具真的有讓人感覺到 是有回到以前無關方的一個水準 之後的話呢 也非常期待這個電影5 周邊玩具的一個發售 像是密卡燈 以及已經先行透露出的一個探長 或者是準星那一些角色 我個人都非常期待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進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呢 也別忘了在下方按下訂閱以及分享 想看更多這類的影片呢 也別忘了到我Youtube頻道訂閱 或者來我FB粉絲專頁來看看 我是黃愛成 散播玩具分享快樂 我是黃愛成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